欢迎您来到素食天地 享受高雅的生活方式 今天我们请您和我们一起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中国农历新年又称过年或春节 是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 在很多地方 人们从蜡月开始就着手准备 窗花、春帘、花泡、年夜饭等等 都是传统的过年风俗 其中必不可少的 就是丰盛的年夜饭 年饭之夜不待饭 而在于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恩心 一家人聚在一起 诉说别后历情 生活感悟 该是何等惬意之事 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 过年吃素的传统随处可见 接下来 请请我们看看各地的人们 是怎样没录夜饭 青年起伏的 这波我们几个朋友 要请大家一饱眼福 看看各自准备的拿手好菜 而且我们每一个菜 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吉祥话 走 随我一起去看看 大家过年好 我们也好 来了来了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资宫一代的传统名菜 如意十锦 资宫 什么是资宫 资宫就是资宫 是洁浆吧 哦 浙江哦 是是是是 素食井是我们刚这一代传统的小菜 如意 柿子黄豆芽形式像如意 石井 柿子菜的品种多 种类权 寓意着生活 五彩缤纷 花坛景畜 真好 由于是开年的第一道菜 所以人们必先吃素 以尽其心 以示全程 而且人类的许多高贵的品质 像博爱 慈悲 无私 奉献 都是以平等心作为基础的 哦 素食井哦 我们这高年呢 又称为炒十样菜 就是把十几种素菜拌在一起 本来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小菜 但是因为寓意着生活 舍全舍美 所以在文化民俗的当中 就有许多的内涵 也成为一道名菜 哦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道如意菜 请大家尝一尝 上菜 上菜咯 哦 真好看啊 是固定的十种材料吗 有些人说 炒素食样菜 一定要十种以上的材料 有些人说 是十八罗汉 五十八不成栽 但是有三种材料是必须的 一是烤肤 二是香菇 三是黄豆芽 其他的像 胡萝卜 番茄 糖芹 还有白果呢 杏仁呢 谁取谁用 哦 是啊 而且素菜吃起来香脆可口 它很开胃呢 是吧 是吧 这菜真是五颜六色 可以吃了吗 别急 你给我们准备了一道什么菜呢 我们台湾过年啊 吃的年月饭也叫做围炉 就是说围炉啊 全家人啊围在炉子边团聚吃饭啦 那我们围炉的时候啊 少不了的一道菜就是常年菜 就是期望长长久久啦 那我们老一辈的人啊 常常在说啊 说这个人的念头啊 是很有力量的 是 心想事成嘛 那我今天呢 就准备一道这个 常年会酸菇啦 哇 原来啊 大家可以看到哦 这个常年菜呢 就是冬天最普遍的 芥菜啦 哦 就是芥菜啊 为什么是怎么漂亮 啊 这个哦 常年菜呢 它刚刚入口的时候 会有一点苦苦的 但是呢 你只要再多嚼几下 它就变得很甘甜啊 就是像说 苦尽甘来 来年大家更甘美啊 哇 真好啊 是怎样 是的 但是这个菜一定要用超的吗 啊 不一定耶 这个常年菜呢 也可以煮汤啊 那个你如果呢 把你喜欢吃的 像香菇啦 素鸡啦 你也可以把它炖汤 也是很甜美的 哦 是呀 难怪这个绿色 这么鲜艳耶 嗯 哦 看起来有很有影一样 哦 哦 真的好 真的好 对啦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啊 看到有两壶 这个简祖 这个年俗简祖 很好看 很精彩耶 嗯 但是呢 我在想啊 常常都可以看到那个仪啊 在那个简祖里面呢 对 这个是有什么艺术吗 是啊 哦 哦 是这样子呢 说起这个欲来呢 在中国秘书中 这个欲是代表己情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哦 那是因为这个欲啊 在虽中 呃 哪种只有现实快乐 是人们相望的一种境界 哦 所以呢 也是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这个欲 哦 确实 嗯 所以呢 这个欲除了代表己情之外 呃 它还有一些象征 比如说 优移啦 嗯 狡猾啦 呃 福祖啦 祈福啦 对对 啊 还有这个 语言 爱情 哦 是这样子 嗯 这么多艺术 是 鱼和很多吉祥话有关 吉祥话的真正含义 就是提醒我们 时时刻刻 保持正面的思想 嗯 吃素 不但能够帮助我们 提高福气 而且 更容易的帮助我们 保持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想法 嗯 所以说 我们这是取鱼的谐音 并不是真的要去吃它耶 对头 虽然是传统习俗 但是呢 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用俗语来代替 啊 这样呢 就可以针灸 鱼的行明 嗯 而且呢 鱼在俗中呢 就会更快乐 更是无忧无虑 是的 嗯 所以今天呢 我就特别为大家 准备了一道俗语 哦 好 哦 你们看 哦 漂亮哦 哦 好漂亮哦 色香味俱全 好漂亮哦 真是用爱心来烹饪这道菜耶 是啊 是啊 是是哦 让我们举起杯子 以茶代酒 祝大家 过年好 好 好那这样子在圈崖再享受了这缝盛的烈叶饭之后呢 最后又一道不可烧的天师就是把包饭也是用莫咪做的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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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哇 终确开屏了 对啊 这让我第一次大开眼睛 这方也可以做得这样精彩 嗯 嗯 真好看像个艺术品 哦 哦 我想哦 这个包饱饭哦 这么好看 啊 我相信你很好吃 很甜蜜啊 是啊 那他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艺术啊 有啊 在咪姐西苏里 把包饭有 祈求鸡香 平安幸福的意思 哦 你们看 这个景居呢 象征激利 嗯 这个蜜见影韬呢 象征 天天蜜蜜 那里面的这个链子 象征和谐美满 哦 这些丑满鸡香的寓意呢 真是殊所不尽啊 哦 是啊 是啊 看来只要心中有爱 生活必定甜美 是啊 嗯 吃了这道把包饭 祝福大家 團圆美满 日子 甜蜜幸福 说起团圆 我们报道完下面的简讯后 将和季波一起做饺子 我们还会了解到饺子 在中国文化里 尤其是在庆祝农历新年的时候 有它特别的含义和象征 在中国文化里 饺子有各种诱人的形状和可口的味道 虽然人们任何时候都可以享用饺子 但是在新年 尤其是在中国北方 饺子有它特别的含义 咱北方过年吃的就是饺子 是啊 是啊 谁知道过年吃饺子有吗 说法 这个说法有很多 我觉得最贴切的一种说法是 饺子一胶子歇音 耕碎胶子 用它辞旧迎新 庆祝新的一幕 哎 说的挺好的 对 说的可真好 不错 饺子要好吃 皮要薄 鲜肉要大 今天这皮真好看 是啊 是面糊的好 不远不运的 哎 又香又好看 真漂亮 一定会很好吃 等一会咱们多吃一点 是啊 八年初一讲究饺子 一定是素的 表示来年生活素素静静 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 对 人早就知道这想法 是 嗯 所以这个 要心存善念 只能过好日子 是 这个道理 看来这过年啊 不光要说好听的 想好的 平时也要做 最起码要吃素 这一年了 才能过得顺顺当当的 现在很多人都吃素了 是 吃素现在是时尚 很棒 哎 你这个样子很特别啊 我这叫盒子 你这怎么包的 你看把两片合在一起 嗯 咱们天津 有初一角的串面 初三盒子往家转 表示全家人和和美美 圆圆满满 嗯 这个好 好 说说好 真是细包的 嗯 哇真好漂亮啊 漂亮 手真巧 真漂亮 又漂亮又好吃 意思好 嗯 你们看看这个 好漂亮 弯弯的像月牙 哎真像啊 怎么包的 啊 看 嗯 我这这么包呢 只要做一些褶子就好了 褶子就好了 褶子小一点 然后再捏一下 哎 像月牙 哦 真漂亮 八个褶子 八八八八 哎 还有这个啊 看起来像元宝 这是怎么包的 嗯 这个是这样包的 先在中间压一下 然后 这一次 最后再压一点 这样的比较紧 哦 原来是这样 嗯 哎 好看 也是 嗯 招财禁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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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包的很特别 嗯 怎么包的 我这是挤饺子 瞧 这样一挤 就好了 像变博树一样 嗯 对 我这也像元宝 像香 嘿 水开了 该煮饺子了 煮饺子了 煮饺子了 哦 我们脱饺子了 哦 下的时候要推是吧 对 用勺子的这一侧 对着饺子 勺子这一侧对着饺子 按照一个方向来推 咽着锅盐 这样饺子就不粘过底了 哦 好 一直要推吗 一直推到它们扶上来 好了 它没有粘到锅底 然后就把锅盖盖上 这样热量就比较集中了 这个要煮多久 这个素虾饺子比较快 大约有三分钟 就基本都熟了 哦 水滚了 嗯 快好了 然后还是用勺子这一侧对着饺子 沿着锅盐一个方向来推 好 看它现在已经鼓起来了 嗯 嗯 好了 饺子煮熟了 终于可以吃了 嗯 哇 哇 太漂亮了 嗯 哇 哇 吃饺子喽 吃饺子喽 过年了吃饺子喽 真好吃 我这是盒子 这个秀蟹真好吃 味道好 好香 过年饺子就是好吃 很冒着热气 真好吃 好舒服吃的 红火火 蒸蒸日上 似似如意 十全十尾 长长久久 步步高升 请盛法菜捏捏鱿鱼 团团圆圆 快乐满满 只要是爱心满满的菜肴 都是最美味的 过年图的是那份热闹 那份喜庆 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 温馨和祝福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平安吉祥 中文字幕志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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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